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自然环境 也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位于淡水大屯山山系上 有一间山中小学 这里一天只有数班公车经过 却不解孩子们每天来上学的热情 新北市立中山实验小学 是新北市首间公办公营的实验学校 以公民疏养课程为主轴 透过模拟会议讨论每月主题 孩子们可以互相讨论 表达自我的想法 公民的一个素养实验课程 其实很多都跟生活的环境有关 那我们透过对环境的一个觉知跟关怀 了解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议题跟困难 在校园中设置小型的鱼菜共生系统 像用循环不浪费的概念 种植蔬菜制作肥料 让孩子能亲身体验种植的趣味 也能将学习带出教室 我种了这个菜我觉得很开心很有玩 然后希望这个菜能快点长高 学校规划每周的兴趣选修课程 其中生态体验课 老师带领孩子们走出户外 观察昆虫捕捉鱼虾 将社区与教育结合 孩子感受大自然生态的同时 也更深入认识自己生活的社区 印证大自然便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 在中山实验小时 孩子们能有更弹性的学习空间 透过实验教育 从小培育公民素养美德 参与公共事务讨论 期望孩子们能细细感受生活 真诚地对待每一寸土地 新北市的中和 有一条相当有特色的缅甸街 那就是华兴街 许多缅甸的华侨 或者是新著名来此落地生根 造就了这里充满浓浓的 异国风味商店街以及小吃店 也展现了文化共融的特色 凡是到过台湾旅游的外籍游客 对于台湾人的热情 可以说是相当不陌生 位于新北市华兴街 又称作缅甸街 生活在这的新住民 不仅是创造了家的归属感 更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内涵 第一届全球繁荣与包容城市奖 在西班牙2019年11月首度开奖 台北市凭借永续发展行动 及优质意料服务在全球113座城市中 荣登第六名 短短一条街上飘散着传统特色小吃的家乡味 搭配着熟悉的问候声 对缅甸、华侨或是缅甸人来说 都是无可取代的家乡记忆 缅甸街不只增添台湾异国文化色彩 更成为新住民这间商户照应的集散地 也让离家的商丑感变得温馨许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